音乐 继续向前 别逐一逐音听 为什么有些音你可以想都不用想 粘连或分开一按就是对,是准确的 为什么有些音是会不肯定 到底是因为什么 比如你头四个音 为什么你会知道第三四个音是要粘连 想都不用想,也不用计算距离是多少 你不会这样啦啦啦啦,你不会这样按 为什么有些音或者特别是下行的时候 你知道我说谁呢? 在D言的三逢二手指 为什么今次你的二三手指有没有想过粘连 通常都是,下来的时候是不记得做这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? 为什么上去的时候可以想都不用想 不用想啦啦啦啦,也不用想 都不计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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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信心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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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距离不敢分开就是不够信心 我记得是跟你说 我想应该是跟你说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去做一样东西的话 很自然的是这样的 感觉是在里面的 所以如果你听到音是低的话 一定是不够信心 信心爆棚的不会是 首先我觉得小提琴是比较难去信心爆棚 你只会得准的 你很够信心就会准 你很粗心的可能会很高音 但是你不够信心一定是低的